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初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花儿说 大哥三脚梅复化后怎么变成这个色呢 一般这种色呢 就是由于光照不足啊 还有一些个营养不良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可能是开的花时间长了 就会慢慢这样了 然后给花儿们不止一次的说三脚梅 我说三脚梅第一 喜欢光照 你看您这个差点意思 第二呢 适当的修剪 都长成啥样了 你发着鱼一样 你养一盆花是为了开在自己家 它长那么长 开到隔壁老王家 你图个啥样 修剪 第三个是呢 也要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养的已经复化了 说明您控水做的比较好 别的没啥 该修剪的修剪 该施肥的施肥 下个臭宝说 我这个君子兰上面的叶子 都是来家以后长的 为啥也长不大呀 你为啥不给点肥料啊 你这一天的光养 真的是臭宝啊 该给一些肥料 给一些肥料 君子兰呢 它喜欢在那种稍微冷凉一点 你要是太热了的话 它长得就没那么哇塞 经常性的去旋转旋转盆 好吧 该给点肥的 给点肥 通用的就够了 只要稍微好一点的 都没问题 老叶子后期呢 你这个最下面这两个 肯定会出现发黄 发软 就因为营养不够的 它就会带些下面的叶子 到时候你剪了就行了 不点肥啊 别的没少 下个臭宝说 老花姨我又来了 天到鸟叶本上长的这个点 是咋回事啊 这就缺肥了 典型的一个缺肥 你把下面那些小叶子 全部给它剪掉 这老叶子呢 也没什么活力了 在那边待着也是浪费营养啊 它并不能制造养分 所以说该修剪的 要给它修剪掉 该施肥的也要施肥啊 宝贝 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 别说这样黄了 到时候它还会软呢 就大了 要死不活那个样 后期还会裂 是吗 咸个臭宝说 我看这红梅叶子 为啥半边枯了 是不是缺肥了 这个是水大了 水大了 然后有一个小病菌 小病害 就有点小烂根那种 然后呢也是有一点点的缺肥 别的没有啥大问题 空空水 四点肥 还能再长回来 然后下个话说 想问一下 我家的麒麟长 挪到室外两星期就变黄了 怎么回事啊 坐标是北京的 这种变黄是晒得太爆了 你之前在屋里边长出来的那个叶子 它比较嫩 猛的一晒呢 就会有点这种出现晒伤 那恢复的话 这个恢复 它已经晒成这样 你再恢复它 基本上是恢复不了了 适当地给一些肥料 是吧 该浇水的时候给点水 不行就修剪修剪 修剪不修剪 无所谓 就正常痒嘛 慢慢地晒过了 它适应适应落几个叶 再长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好吧 这就是一个过激的一个反应 好 下一个坐标说 盆土表面和底部经常有这种白根一样的菌类 很确定这个不是植物的根系 它不是植物的根系 它是啥 其他种类的盆栽土壤也会有这种东西 它不是根 它是啥 它就是根 还确定不是根 这就是根 你养的什么花 我不知道 这就是它的根 说明你用的这个土非常的好 它到处乱长根 这不是病 这就是根 你别整个不确定 它长出来这样 小时候你看的不像根 它就是根 别动它 跑来养你的花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其他养花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绝不得接点个赞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